如果你在前场高位比抢或者后场一防二时 毫无头绪总是被无情稀耍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可以大大提高你的一防二成功率 首先如果以断球为唯一目标 那么一防二的思路就是先掐断传球路线 然后沿传球路线慢慢靠近直球人 使对方只能选择带球形成局部一防一 跑位的方法就是弧线跑法 一边跑位一边观察对方无球人的位置 保证自己始终挡在传球线路上 这种方法在前场比抢时非常好用 水平一般的业余后卫找不到传球路线 又不会第一脚触球摆脱会被抢的怀疑人生 而如果你不从传球路线上抢 直接冲着人跑上去就会被溜的怀疑人生 而在后场一防二时 我们的目的往往不是直接断球 而是延缓对方的进攻 在离球门较远身后空间较大时 要慢慢后退保护身后的空间 放掉对方横传的线路 这时如果贸然沿横传线路上抢 会被直接打身后 而在对方接近球门时 选位要更靠近中路 既要在对方传球时能快速封堵传球线路 又要在对方射门时形成干扰 封堵球门远角 如果直接沿传球线路上抢 对方就能很舒服的起脚射门 可以看到在对方不犯错的情况下 后场一防二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只能一边后退 延缓对方一边等待以下的时机 第一如果对方横传 就快速沿传球线路上抢 一旦对方接球时调整不好 就有可能完成抢断 第二如果对方代球时球离身体较远 就利用对方追求的时间 快速沿传球线路上抢 形成局部一对一 第三如果对方犹豫不决 或者水平一般 就要果断沿传球路线快速上抢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